我覺得一件事就是說 當初韓國瑜找了李世川去接副市長 有人勸朱立倫一句話 就是說2020年前大家都會關注高雄 高雄執政的好壞又會影響2020 所以就勸朱立倫放手讓李世川去高雄副市長 所以你就看得出來就是說 高雄未來的執政 直接被國民黨很多人列為 是涉關係到2020年的總統選戰 那換言之是什麼 就是大家對韓國瑜的關注度非常高 所以他任何事情大概不論是電視台 媒體討論度都非常高 像我們的友台從早到晚好幾天 都在介紹這個120個攤位 所以他的很高 就討論度很高 其實20年了民進黨執政 其實國民黨好不容易拿回來 那預算也是徐立民政府編的 又90幾萬 其實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並不是那麼在乎他辦什麼 因為就職嘛 你辦的熱鬧都沒關係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當你在辦的過程當中 你必須把自己放在一個 準市長被關注的 高度被關注的政治人物的角度去看他 我為什麼會這麼說 如果你是擺在自己放在這個角度上面的話 你的很多事情 你就會比較謹慎 比較仔細 比如說賽馬場他也很訝異 為什麼跟幾個人談一談 企業界什麼談一談就流出來了 那請韓國瑜的團隊 仔細去想一下 民進黨政府 為什麼在2018年會搞成這個樣子 不就是政策還沒成熟 習慣了要換什麼了 還沒有成熟消息就一直往外傳 一直往外傳 傳到大家爭議很多 傳到負面很多 我覺得2018年選完以後 民進黨已經開始在檢討這件事情 政策還沒有成熟 不准對外講 涉及到人民的政策 要拿到行政院來討論 那現在韓國瑜也應該去 看看民進黨敗選之後 對政策怎麼出來 是一個要謹慎的狀態 所以他必須把自己 擺在一個謹慎的狀態 如果說一個賽馬場 如果你去看了一個地形 是可行的 你去評估了遊客 是可行的 你去國外參觀了以後 是可行的 投資成本是多少衡量以後 是可行的 等等那計畫周延的時候 你講出來大家沒有問題嗎 大家就變成一個 可行的公共政策 要不要做 大家可以討論 現在不是就是你就講出來了 一下就講出來 一下就講出來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很好的事 另外你說找阿諾斯瓦辛格來 一分鐘多少錢 其實我不care 我care的是你找他來 你要創造什麼價值 而這個價值跟利益 就人民的利益或是什麼樣 會超過你請阿諾斯瓦辛格來 這變成投資 我投資要創造多大的利益 利益 我覺得看的是後面 你不是只是說 我請阿諾來 我要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你請來的目的是什麼 你後面能不能真的有一套的政策 藉由阿諾來 把這一個產業給搞起來 這叫投資 我們都會有點投資 但你把它視為投資 你讓阿諾來到底行銷高雄是什麼 對不對 你投資 你把它視為一個投資 我沒意見 但是你投資後 你所付出的成本 你要創造什麼 利益 利潤 當然你說後製 電影後製 其實我們講的是 我們的電影 似乎包括魏德森 都說我們的電影產業 但是你不要忘記一件事 我們的電影的後製 確實是強 但是強在哪裡 強的人都跑到國外去 對 到別的國家去 你比如說美國好萊塢裡面的特效 那個化妝 那個鬼怪什麼的化妝術 有很多團隊是台灣的 泰國什麼台灣 好 如果你要做 你有沒有可能形成一個產業 這些人回來呢 他們已經在那邊發展了 你有沒有辦法去創造這樣的產業 才是你要不要去聘阿諾的投資 其實一個政府去做投資 我都不反對 但是你投資後面是什麼 你不能只跟人家說 我只是要找個阿諾來 然後大家熱鬧熱鬧 看個明星就結束了 那花這筆錢值得嗎 你不是收票 你不是來開演唱會 你不是來開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 他必須要更解慎 因為大家都在看 如果他做得好 當然國民黨會相對的被提升好 如果他做得不好 相對國民黨2020會因為他會影響到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他要辦什麼活動或怎麼樣 其實都不是說你夠熱鬧了 你為什麼要辦這麼大 我都覺得不是重點 包括你連就職說攤商推薦美食怎麼樣怎麼樣 大家來外地來的怎麼樣都覺得很好很好很好 高雄美食很好 好結束以後呢 你如何把美食光光整個再往前推一步 我覺得重點投資沒有關係 是投資後的效益跟你投資後 你要哪一個整體的計畫出來 花錢沒什麼關係 我們中央政府從歷年來哪一次沒有去投資呢 當然有投資失敗有投資成功 你要盡量避免失敗 而盡量爭取最大的成功 成功就可以帶動高雄的產業發展等等 我覺得重點 你必須要提出很多的發展計畫 而這計畫是要謹慎的